保加利亞問題比較小 因為保加利亞依賴俄羅斯天然氣是90% 所以保加利亞政府已經表示 他們不會干涉天然氣公司的行為 所以會用盧布副 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 這是商業行為 不關我國家資產 他可能會改變 他會放棄就對了 對有可能 因為90%太高了 那波蘭是 他不是說已經已經有人送氣給他了嗎 那個是歐盟做決議 說我們就疏通一點氣給這兩個國家吧 那歐盟的決議你不要當真 我才不相信他能超過兩個禮拜 那波蘭是43% 那波蘭是這樣 因為他本來就跟俄羅斯關係非常不好 那他從挪威拉了一條天然氣管線 11月會完工 所以重點是他能不能撐到11月 撐到11月 夏天會不會好撐一點 會好撐一點沒有錯 所以就變成是美國的LNG 還有卡達 越美越支持他 那目前 聽起來是美國跟卡達都願意幫他撐 就波蘭 波蘭確實跟俄羅斯關係非常不好 所以他要咬牙苦撐 人民支持的力道會比較大 比保加利亞強一點 強很多 其實保加利亞就是 也是前東歐國家 其實前東歐國家跟爆爾幹國家 依賴天然氣都非常高 我覺得這個跟你當前的執政者是誰 還是有點怨然的關係 那波蘭是不管誰執政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波蘭 美國應該會幫他撐 因為波蘭就是美國未來的最重要的歐洲基地 所以波蘭應該就是確定不會用盧布支付 可是波蘭要小心的就是 這一局他也要很小心 因為他已經被盯上了 所以如果那個戰鬥機 他如果真的打擦邊球 那他可能也會被俄羅斯打擦邊球 比如說有炸彈就是不小心炸到你家 那他又說哎呀這個 好像不是故意的 就是這樣 所以波蘭現在其實可能處境上面會比較危險 因為你在最前線 對因為歐洲國家當然因為天然氣 因為石油可能對於這個 戰爭到底要不要趕快結束這件事情 會有跟美國不同的想法 那包括希臘就說天然氣 我就蘆布附一附就拿天然氣 那除了這個之外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烏克蘭影響 全球的這一個產業裡頭 還是有很多的關鍵 你應該說烏克蘭真的很慘 如果這一塊真的被拿走 他幾乎整個工業都不見 因為這些都是工業 那烏克蘭就會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 他目前GDP是1600億 我認為這一塊如果被拿走 那烏克蘭大概只剩下他1000億吧 那是很窮的國家 很慘 所以他必須要歐盟 美國不斷的經援 這是他可能停戰的重要條件 這種東西 能撐多久的 本來就是啊 你還真的相信 有可以持續十年的馬歇爾計畫嗎 馬歇爾計畫 事實上整個持續的大概只有兩年而已 那不可能撐很久的啦 你最終還是要靠自己啦 可是就是說你如果吃那麼大塊 這個國際社會會覺得太過分了 那你目前是這個哈爾科夫也不算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就還讓他保有一些他重建之後自己的 那就是說你要的緩衝區是這一塊就好 還是要這麼大塊 你知道嗎 那也牽涉到你把人家的生計都吞了 所以他到底是要的是緩衝區 還是整個烏克蘭重要的 我覺得你若畫出一個定義啊 你要有一個定義嘛 你是指歷史上的領土 還是這兩個共和國現有的邊界 那現有邊界大家就比較可以理解 那第二個是你是不是佔領的地區 都是俄羅斯人為多數 那顯然很多地方已經不是了 如果你是這麼大塊的話 那當然很多地方就不是了 那哈爾科夫都不是啊 哈爾科夫烏克蘭人有47% 那以前還有猶太人 那俄羅斯人大概接近30%吧 已經稍多了啦 那你知道嗎 就是俄羅斯人向來都硬幹的嘛 他把你吃下來之後在移民時邊嘛 然後造成俄羅斯人變成多數嘛 可是這個在國際政治上 以現狀點來看是不能接受的 比如說馬利烏波爾 馬利烏波爾就俄羅斯人就不是多數啊 可是你已經打成這樣了 烏克蘭都逃走了嘛 那你認為接下來進來的會是誰 一定是俄羅斯人嘛 不是嗎 赫爾松也是啊 赫爾松大部分的人也是烏克蘭人嘛 可是很多人就跑了嘛 烏克蘭現在全境 跑到國外的有500萬人 那在國內流離失所的也超過500萬 所以就是很多人已經被你打走了 那如果你給人家佔領 然後還用開始用盧布 那烏克蘭人會回來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就變成真的變成俄羅斯的 可是那就是一個人造的俄羅斯城市嘛 我的意思是這樣嘛 所以我覺得 那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烏南這兩個地方 赫爾松跟馬利烏波爾 那個一開始就不是俄羅斯人多數的城市 所以國際上就認為你這個正當性有點問題了 那如果是頓內斯克跟盧漢斯克 那俄羅斯人都是多數 那個一開始他們也許有被欺負了 就是我們知道亞素營的事件 那這個就當地來講還有一點正當性 就是說他們要搞獨立運動啊等等 可是馬利烏波爾跟赫爾松 以前並沒有獨立運動啊 這個完全就是在戰爭之後發生的嘛 就是你戰爭你打贏了嘛 然後你去扶持當地人出來搞公投嘛 不是嗎 那既有的那個主流民族已經跑光了 就變成這種狀況 所以你如果要用這個模式 繼續複製到其他烏東的城市 我認為國際社會絕對不能接受啦 因為整個烏克蘭俄羅斯人大概佔17% 17% 所以最多也只能佔17%的領土 我也不是這樣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事實上真的俄羅斯人多數的地方並不大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你有一些地方就是你也許是20 30 那你就要用這個機會讓這些人變成為主嘛 那這個恐怕很多地方是不能接受的 那歐美當然不能接受 那歐美當然不能接受